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再来查考另外一个就约的经卷 希望能够让我们的信心有所造就 我们要查考的经卷是 旧约所谓小先知书当中的约尔书 我们一起来翻开这一段的经文 旧约圣经约尔书 在中文和合本旧约圣经1069页 因为它只有三章的内容 下午短短的时间 我们也没办法逐章逐节的来分享 所以小弟很快的用普通话 把这三章的经文念过一遍 这样可能大家稍微复习一下 有所印象 等一下在讲的时候 会领会会比较深 奉主耶稣圣明读经 约尔书第一章第一节 耶稣华的话临到比图尔的儿子约尔 老年人当听我的话 国中的居民都要侧耳而听 在你们的日子或你们列祖的日子 曾有这样的事吗 你们要将这事传于子 子传于孙 孙传于后代 捡虫剩下的蝗虫来吃 蝗虫剩下的男子来吃 男子剩下的马扎来吃 酒醉的人要清醒哭泣 好酒的人都要为甜酒哀嚎 因为从你们的口中断绝了 有一对蝗虫又强盛又无数 侵犯我的地 它的牙齿如狮子的牙齿 大牙如母狮的大牙 它毁坏我的葡萄树 剥了我的无花果树的皮 扒进而丢弃 使枝条漏白 第八节 我的名啊 你当哀嚎 哀嚎 像处女树腰树麻布 为幼年的丈夫哀嚎 树记和电记 从耶和华的殿中断绝 侍奉耶和华的祭司都悲哀 田荒凉 地悲哀 因为五谷毁坏 辛酒干涸 油也缺乏 农夫啊 你们要惭愧 修理葡萄园的啊 你们要哀嚎 因为大麦小麦 与田间的庄甲都灭绝了 葡萄树枯干 无花果树衰残 石榴树 棕树 苹果树 连田野一切的树木也都枯干 众人的喜乐 尽都消灭 祭司啊 你们当妖树麻布痛哭 寺后祭坛的啊 你们要哀嚎 侍奉我神的啊 你们要来披上麻布过夜 因为树季和殿季 从你们神的殿中断绝了啊 你们要分定进食的日子 宣告严肃会 召聚长老和国中的一切居民 到耶和华 你们神的殿向耶和华哀求 哀哉 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 这日来到 好像毁灭从全能者来到 粮食不是在我们眼前断绝了吗 欢喜快乐 不是从我们神的殿中止息了吗 古种在土块下朽烂 苍也荒凉 林也破坏 因为五谷枯干啦 牲畜哀鸣 牛群混乱 因为五草 羊群也受了困苦 耶和华 我向你求告 因为火烧灭旷野的草场 火焰烧尽田野的树木 田野的走兽向你发喘 因为溪水干涸 火也烧灭旷野的草场 第二章第一节 你们要在西安吹角 在我圣山吹出大声 国中的居民都要发战 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将到已经临近 那日是黑暗 幽明 密云 乌黑的日子 好像城关铺满山林 有一对蝗虫又大又强 从来没有这样的 以后直到万代也必没有 他们前面如火烧灭 后面如火焰烧尽 未到以前地如伊甸园 过去以后成了荒凉的旷野 没有一样能躲避他们的 第四节 他们的形状如马 奔跑如马兵 在山顶蹦跳的响声 如车辆的响声 又如火焰烧 翠街的响声 好像强盛的民 摆阵 预备打仗 他们一来 众民伤痛 脸都变色 他们如勇士奔跑 向战士爬城 各都步行 不乱队伍 彼此并不拥挤 向前各行其路 直闯兵器 不偏左右 他们蹦上城 窜上墙 爬上房屋 进入窗户 如同盗贼 他们一来 地震动 地震天动 日月昏暗 星宿无光 耶和华在他军旅前 发声 他的队伍甚大 成就他命的是强盛者 因为耶和华的日子 大而可畏 谁能当得起呢 十二节 耶和华说 虽然如此 你们应当尽时哭泣 悲哀 一心归向我 你们要撕裂心肠 不撕裂衣服 归向耶和华 你们的神 因为他有恩典 有怜悯 不轻易发怒 有丰盛的慈爱 并且后悔 不降所说的灾 或者他转意后悔 留下余服 就是留下献给耶和华 你们神的素季 和奠季 也未可知 十五节 你们要在 西安吹角 分定尽时的日子 宣告严肃 聚集众名 使会众字节 招聚老者 聚集孩童 和吃奶的 使新郎 出离洞房 新妇 出离内室 侍奉耶和华的祭司 要在狼子 和祭坛中间 哭泣说 耶和华 求你顾喜 你的百姓 不要使你的产业 受羞辱 列邦管辖他们 为何融列国的人说 他们的神在哪里呢 十八节 耶和华 就为自己的 地发热心 连续他的百姓 耶和华 应允他的百姓说 我必赐给你们五股 辛酒和油 使你们饱足 我也不再使你们 受列国的羞辱 却要使北方来的军队 远离你们 将他们赶到 干旱荒废之地 前队赶入东海 后队赶入西海 因为他们所行的大鳄 臭气上升 腥味腾空 二十一节 地图不要惧怕 要欢喜快乐 因为耶和华 行了大事 田野的走兽 不要惧怕 因为旷野的草发生 树木结果 无花果树 葡萄树也都效力 西安的名啊 你们要快乐 为耶和华 你们的神欢喜 因他赐给你们 合宜的秋雨 为你们降下甘霖 就是秋雨 春雨 和先前一样 何尝必满的麦子 酒作与油作 酒炸与油炸 必有辛酒和油 盈益 我打发到你们中间的大军队 就是蝗虫 男子 马炸 简虫 那些年所吃的 我要补还你们 你们必多吃 而得饱足 就赞美 为你们行奇妙 誓之耶和华 你们神的名 我的百姓 必永远不致羞愧 你们必知道 我是在以色列中间 又知道 我是耶和华 你们的神 在我以外 并无别神 我的百姓 必永远不致羞愧 以后 我要将我的灵 浇灌凡有血气的 你们的儿女 要说预言 你们的老年人 要做异梦 少年人 要见异象 在那些日子 我要将我的灵 浇灌我的仆人 和使女 在天上地下 我要显出奇事 有血 有火 有烟柱 日头要变为黑暗 月亮要变为血 这都是在耶和华 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 到那时候 凡求告耶和华 名的就必得救 因为照耶和华 所说的 在西安山 耶路撒冷 必有逃脱的人 在剩下的人中 必有耶和华 所照的 第三章第一节 到那日 我使犹大和耶路撒冷 被掳的人 归回的时候 我要聚集万民 带他们下到约沙法谷 在那里实行审判 因为他们将我的百姓 就是我产业 以色列 分散在列国中 又分取我的地图 且为我的百姓 研究 将童子换妓女 卖童女 买酒喝 推罗 西顿 和菲利士四境的人 你们与我何干 你们要报复我吗 若报复我 我必使报应速速 归到你们的头上 你们既然夺取我的金银 又将我可爱的宝物 带入你们的宫殿 并将犹大人 和耶路撒冷人 卖给希腊人 使他们远离自己的境界 我必激动他们 离开你们所卖到的之地 又必使报应 归到你们的头上 我必将你们的儿女 卖在犹大人的手中 他们必卖给远方 四八国的人 这是耶和华说的第九节 当在万民中宣告说 要预备打仗激动勇士 使一切战事上前来 要将犁头打成刀剑 镰刀打成割毛 软弱的要说 我有勇力 四维的列国 你们要速速的来 一同聚集 耶和华 求你使你的大能者降临 万民都当兴起 上到约沙法谷 因为我必坐在那里 审判四维的列国 开脸吧 因为装甲熟了 践踏吧 因为酒榨满了 酒池盈溢 他们的罪恶甚大 许多许多的人在断定谷 因为耶和华的日子 临近断定谷 日月昏暗 星宿无光 耶和华必从西安吼叫 从耶路撒冷发声 天地就震动 耶和华却要做 他百姓的避难所 做以色列人的宝障 你们就知道 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且又住在西安 我的圣山 那时耶路撒冷必成为圣 外邦人不再从其中经过 到那日 大山要滴田酒 小山要有奶子 犹大西河都有水流 必有泉源从耶和华的殿中流出来 滋润石亭谷 埃及必然荒凉 以东变为凄凉的旷野 都因向犹大人所行的强暴 又因在本地流无辜人的血 但犹大必存到永远 耶路撒冷必存到万代 我未曾报复流血的罪 现在我要报复 因为耶和华住在西安 阿们 我们很快的把这个约尔书念过一遍 或许大家有一点点印象 但是内容还是有点不少 那我们就总归性的来讲 我们看到的这个约尔书 是小仙之书当中内容最醒目的 小弟说内容 为什么 有人说这是小仙之书当中 最可怕的一卷 或许刚才读过之后 大家略有这种体会到这种味道 也留下了一点这种印象 因为这一卷主要讲的都是神的 神的审怕和刑罚 光是这短短的三章 就连续十次以不同的字眼来提到 关于耶和华的日子 耶和华就是那位 我士 就是我们独一的神 创造天地时间空间 至高至大无上的主 就是耶和华 在旧约对他的称呼 直到耶稣来以后 我们才知道他的名称叫做耶稣 就是这一位神 就是我们信的 我们的保护者 那什么叫做耶和华的日子呢 刚才我们看到了 一章十五节 二章二十九节 二章三十一节 三十二节 以及三章一节等等 都一再出现耶和华的日子 这个名词 所以这个日子看起来 是相当可怕的 虽然我们本卷的内容 我们在一开始诈读的时候 会觉得有点杂 但是其实大家还没有小弟讲解 应该可以体会到 这一卷的主题 主题是什么 耶和华的日子就是主的日子 主的日子 那这个主的日子是什么日子呢 当然不是现在我们很多 其他基督教派朋友所说的主日 他们把星期天当成主日了 不是啦 那个时候哪有什么 星期天主日这回事啊 所以这个主的日子指的就是什么 也就是后来耶稣所预言的 也是启示录所谈的 就是主在林的审判之日 主在林的审判之日 当然在约尔先知 讲出这个日子的时候 我想当时的人听了 也大概不明了 非常的不清楚 比起我们现在有应许的圣灵 以及耶稣基督告诉我们的话之后 我们应当是比那个时候的人 更要清楚这个耶和华日子的意义啦 但是为什么小弟的题目 小弟的题目 定的是大而可畏的日子 其实还要再加一个字才对啦 应该是大而可畏的日子前啦 因为约尔书讲的 还不只是那一个日子而已 约尔书这三章的内容 刚才看过了 大概是在讲 这个日子之前 会发生的一些事 有没有 大家读起来就知道了 是这个日子 耶和华的日子 主的日子 大而可畏的日子前 会发生的这些事 那当然既然是钱 指的是一段时间 而不只是一天 所以小弟曾经花了一个安息日 跟我们在座诸位 同龄 还有父老 分享过在信约圣经当中的 末世末日跟末期的差别 末世 末世 是一段很长的时间 至少我们知道 末世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圣经告诉我们好几个经节 当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的 那个时候开始 末世就开始了 耶稣基督来的时候 末世就开始 什么时候结束 不知道 只有父知道 只有父知道 连在地面上的人子都不知道 那个日子来 像小偷来一样 没有人可以知道 有谁告诉你 主耶稣特别告诉他 他知道了 那一定是邪灵做工 邪灵做工 保证 不知道 那末日呢 我们也总结所有的经文 末日就是整个末世里面的最后那一天 就是末日 末期呢 期不是期天 期间不是的 末期的期 日期的期 那个期是最后的那个时刻 也就是最后那一天里面的最后那一个时刻 那你如果问小弟说 到底是几分钟还是几秒钟 我不知道 就是最后那一个点 照原文跟经文分析就是这样子 那我们现在谈的就是 耶和华的日子前 其实没有告诉我们多长多久 但是它是一段时间 所以我们就想到主耶稣来了之后 也告诉我们相当多 关于这一个大而可为日子前会发生的事 这个都大部分记载在马赛福音24章 或25章那个地方 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先不翻 好 那我们继续来说 这一个小先知书叫做约尔书 是神借着约尔先知留下来的 所以这一卷啊 作者是约尔先知 那约尔这个名字 在旧约圣经里面出现很多次 而且圣经里面看到约尔这个字啊 你要注意 有时候他指的是不一样的人 这个很多 很多我们的前辈以及圣经学者 查考过了 新旧约 尤其旧约圣经出现了很多的约尔 不一定指的都是约尔先知 所以约尔这一个字啊 在旧约当中 算我们现在说的菜是什么名 很多人会去取他 那约尔大概指的什么意思 约尔西伯来文的意思就是 耶和华是神 约尔 就是耶和华是神的意思 那既然是神 就代表了神诸般的本质 如同我们上午提到的哈巴古书的第一章 神不只是怜悯 慈爱恩慈良善信实 神也是公义圣洁和审判 所以在约尔书这一个三章里面 小小的小先知书 小先知书的意思不是说 这个先知的地位比较低 而是说他留下来的讯息篇幅比较短 比较短 所以先知没有分什么地位高低 大先知书是这些先知 神借着这些先知留下来的讯息比较多 可能多了几十章 十几章 三十几章 四十章 那小先知书不是他们先知的地位比较低 他们一样的 可是他们留下来的信息比较短 像我们读到的哈巴古书有三章 像我们读到的约尔书也只有三章 那这个就是这三章强调的 当然就是神的圣洁公义和审判 以及他将来必会有的作为 所以其实新约圣经 我们现在读的约尔书是新约圣经 神也借着耶稣基督来之后 借着耶稣基督以及他所拣选的使徒 以及这些神的工人留了信息给我们 我们来看一段经文 我们请来看使徒行传十章四十二节 使徒行传十章四十二节 新约圣经 十章四十二节 一百七十九页 这个上面也有 他吩咐我们传道给众人 证明他是神所立定的 要做审判活人死人的主 阿们 我们这个主会审判活人死人 审判 所以我们跟随耶稣基督 认识耶稣基督 我们仰望他的怜悯 仰望他的恩典 仰望他的福气 并且领受他的爱 也要去争取 他留给我们永远的生命 跟永远的冠冕 但是不要忘了 他也是审判的主 既然是审判 他的标准是什么呢 既然是审判 就是到时候会有取舍 会有好坏 所以不要忘了神的公义 不要忘了神的公义 我们再来看 我们再来看后面的 雅各书五章九节 所以这个审判的讯息 不是只有旧约 到新约也一再着 在提醒我们 我们看后面的 雅各书第五章第九节 雅各书第五章第九节 新约圣经333页 左边上面第九节 弟兄们 你们不要彼此埋怨 免得受审判 看哪审判的主 站在门前了 阿们 审判的主 真的站在门前了吗 真的站在门前 审判的主 不只站在教会的门前 也站在我们 每个圣徒的门前 站在天国的门前 所以有人说 有吗 我们有没有看到耶稣 耶稣这么近了吗 我不能说 耶稣现在离我们远或近 因为那个日子 没有人知道 大家怎么知道 就不是今天晚上 昨天晚上 半夜两点多 还有地震 最近地震很多 地震很多 单纯就是地震吗 不是 小弟之前分享过 这是神界的自然现象 也在警醒世上的人 特别是我们在座 诸位神所疼爱的圣徒 要做好预备 我们预备好自己了吗 如果还没有 要加紧 如果好了 要维持 把这个已经洗净的白衣穿好 不要丢了 启示录里面讲的 所以审判的主 已经站在门前了 我们要有这种心态 每一个信耶稣的人 都应当要有这种心态 所以彼得前书 四章五节告诉我们 我们都要在那 将要审判 活人死人的主面前 交账 我们都要交出自己的账 账是什么 账簿嘛 效婆啊 我们要跟神算账 是神要跟我们算账 我们做得怎么样 神给我们这些恩典 这么大的恩典 兼血我们 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 我们的信心在哪里 我们的行为在何处 我们的心态又如何 这到时候啊 都会神跟我们算清楚 所以约尔这个名称 就是耶和华是神 约尔先知的这个名字 其实也相当符合 这一卷的内容 这一卷的内容 看起来当然比其他 小先知书要更加严厉 其实这整卷分为三章 其实也有三个重点 大家应该都有看出来 第一个重点 就是审判的日子 这是第一个重点 第二个重点是什么 主的慈爱和怜悯 虽然里面讲的讯息很严厉 很可怕 可是大家在读的时候 刚才读过一遍 有没有察觉到 主的慈爱跟怜悯 里面几乎有三分之一的信息 都是在讲 主的慈爱跟怜悯 与福 以及悔改之后 神会为我们所做的 所以要读出 这第二个重点 主耶稣的慈爱怜悯 第三个 就是主的降临 会是什么状况 这个当然记载在 约尔书三章十六节 跟十七节 我们刚才读过了 所以当以色列的百姓 或者说神的百姓 在旧约的时候 以色列的百姓 当然是那些血缘上的 肉体上的以色列民族 或我们所称的犹太人 或犹太人 或希伯来人 今天呢 今天神的百姓在哪里 今天神的百姓 已经不指的是那些 肉体上血缘上的 犹太人 以色列人 而是指着 我们在座的诸位 是在灵里面 心里受过割离的 是真信神的 是真受真割离 这罗马书的道理不翻了 这才是真犹太人 所以今天我们在座诸位 我们接受过这个 赦罪重生的洗礼 已经成为神的儿女 已经是被拣选的圣徒 我们在座诸位的基督徒 得救教会里面的一员 你们是今天的 真以色列人 所以我们在世界上 今天早上提过了 神会赐给我们保守 赐给我们福气 神会给我们恩典 我们可以在世界上 敬天地工作 享乐 顺服神 但是难免有患难 难免有苦难 是不是 一样 在这一卷约尔书的信息 是要让我们做好预备 当我们身为神的百姓 也就是在座诸位 长辈以及弟兄姐妹 如果有一天 我们在地面上 遇到难以理解的 天灾大难的时候 或许其他外面的人 都把这些分析成是环境 天后 自然的因素 就好像最近发生的地震 是一样的 然而 当我们遇到了 一样这种事情 这种现象 在那痛苦当中 有种种的不解 以及不确定的当中 我们要像圣经 我们现在所看的 约尔书里面 写的一样 要去理解里面的讯息 是什么 也就是神借着大自然 看来难解的灾害 跟现象 并不是一种怪异于偶然 大家看到这里面 整个地荒凉 整个世纪混乱 日月昏暗 星宿无光 甚至还有提到里面 这些蝗虫大队 有没有 把一切都吃光 各位 这在外面的人 叫做自然现象 叫做自然变异 但是这里告诉我们 不是的 这有神的旨意在里面 有神的旨意在里面 所以大自然也是顺服 神旨意的结果 我们在面临这些 未知的大自然 以及变异 以及现象的时候 如同最近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要注意到一点 神让我们周边发生这些 让我们诸位圣徒 也去面临经历的这一些 都是为了让我们 注意到自己生命之内的 属灵光景 我们应当有机会 把这个讯息 分享给我们周边的 好邻居好朋友 对人来啊 会怕吗 你会怕 我生日所爱也会怕 你烦恼 我生日所爱也烦恼 但是性情怎么说 我现在提供 给你做一个参考 这个如果没有神允许 什么现象都不会发生 那神为什么要 这种现象发生 不管你乐天知命 还是觉得这个很害怕 还是觉得这不要紧 一切都是命 那命又是什么 早上我们提过了 神命令的有三样 我们有跟我们的好邻居 好朋友分享 神命令的这三样吗 再来 神为什么允许我们有苦难 在事先遇到这种现象 神要我们去反省 我们的灵命 去思考这背后的原因 属灵的光景 再来我们继续思考 从约尔书的信息里面 告诉我们 神喜欢审判吗 神喜欢这种大灾难 一直临到地面上吗 我们读出来 神也不喜欢 所以审判也不是 神追求的终极目标 大家有读出来吗 审判 我们不要说是人喜不喜欢 审判也不是神喜欢的 神也不是神追求的 审判也不是神追求的终极目标 神也不享受人类的痛苦 我们在地面上害怕 在地面上流眼泪 充满疑惑 你以为神在天上很高兴 拍手 没有 大家有读出来吗 刚才约尔书 神也不喜欢 也不享受 可是神为什么要 让这种事情发生在我们周边 为了使我们人 与国家反省 倾听 有机会归向他 所以神允许 各种残酷的事情发生 这就是约尔书所透露的信息 因为在这一切自然现象与灾害 背后真正最终的力量 是神本身 而他的目的 是要借着这样子 来希望人心悔改 来显出他的荣耀与全能 接下来 我们在约尔书读到一个很重要的主题 整个旧约所有的金卷 就这一个金卷 这个主题讲得最深刻 什么主题 蝗虫 我们看到 人家说的草莓红条 草莓 可是在这一卷里面 大家有注意到吗 在形容这个蝗虫 有四种名称 四种名称 那我们再来想 这四种名称是什么意思 因为如果只有四种名称 这不对啊 大家去查 或许我们不是学昆虫学的 我们不是农学院的 但是很简单 你Google就知道了 目前在世界上 蝗虫的种类就有五千多种 光是蝗虫的种类 草莓的金卫就五千多种了 但是为什么这就业 单单只提到这四种名称 所以有两种可能 第一种 这蝗虫的四种名称 有可能是 当时代 当地常见的四种蝗虫 有人这样讲 这是四种蝗虫 那我们再讲第二种可能 这四种名称 代表了蝗虫的四种变化 什么叫蝗虫的四种变化 一样是当地常见的 那一种蝗虫的种类 它有四种不同的阶段 四种不同的变态形式 所以小弟去查资料 我们一般所提到的蝗虫 如果在遇到特殊的环境变化的时候 有可能蝗虫经过三个星期 就会变成这里面所称的男子 蝗虫字盘的男子 这男子在经过三到四个礼拜 有可能在进一步环境的催化 跟病例之下 会变成第三种形态 叫做蝗虫 然后这个蝗虫最后 再经由特殊的催化 以及群体的效应 变成这里面所谓 变态的存在第四种阶段 叫做蝗虫 所以蝗虫变成男子 男城再变成蝗虫 蝗虫再变成蝗虫 一旦是蝗虫 各位看到那个蝗虫 只会跳 只会跳 只会蹦跳 大家知道吗 你看到草面 跟着着着着 这样背来背去 而且飞到日行千里 但是一样这个蝗虫 它有可能在特殊的条件 变态 那这个变态的条件哪里来 我们就知道 神造成的 让本来只会蹦跳 还可以入嘴的蝗虫 很温暖的蝗虫 竟然变成男子 竟然变成马炸 最后变成茧虫 然后变成大蝗虫 所经之处 没有东西剩下的 这是第二种可能 其中肯实力最强的 就是我们读到的茧虫 它是一种长翅膀 又会飞的蝗虫 又把它称为蝗虫之王 称为魔鬼的代表 它所经之处 没有一个不被它破坏的 破坏力十足 一飞数千公里 比得上现在喷射机 喷射战斗机的续航力 所以为什么 怎么那么厉害啊 一只虫怎么变那么厉害啊 所以雅各 神对雅各说 你这虫雅各 小弟也说 我常常在神的面前说 我比虫还不如啊 就是一个虫 虽然如此 我们也不做尽自己 因为我们在神面前 就是如同虫一样的存在 可是即使神啊 神恩跟神力 也会让一个虫啊 变得比喷射战斗机还厉害 比收割机还厉害 这就是神能啊 我们所称的神能啊 所以关于本拳 有关蝗虫的解释 刚才是两种可能性 现在说 这个蝗虫代理代表了什么 有三种解释 第一种 有人单纯从约尔书里面 所描写的蝗虫超美亚 他把它当成 就是指的当时 以及后来的蝗灾 蝗虫的灾难 单纯指的蝗虫 这是第一种解释 第二种解释是什么呢 第二种解释 看这个约尔书里面的经文 对于这个蝗虫的描写 因为已经超过了 蝗虫本身的表现了 即使我们遇过一些蝗灾 不管在亚洲地区 台湾可能比较少有 在大陆 亚洲 非洲 美洲 都遇过这种蝗灾 所以他们觉得 这个经文的描写 对那个蝗灾 描写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就是蝗虫可以造成 这么大的破坏力吗 对啊 我们遇过蝗灾 顶多是吃那些植物而已 所以第二种解释认为什么 因为这个描写 已经超过蝗虫本身了 所以其实认为 这个蝗虫不是描写蝗虫 是描写什么 我们再看回约尔书二章四节到十一节 所以约尔书二章四节到十一节 我们刚才读过了 完全把它描写成一个军队 有没有看到 一个可怕的人民 一个可怕的民族 一对可怕的军队 就是二章四节到十一节 这是第二种解释 所以有人认为这个蝗虫 其实是指的当时跟后来 侵犯神在地面上 国度的外国势力 外国势力 指的不是真的是虫 是那些外国势力 那这外国势力指的是什么呢 如果我们查考圣经背景 以及圣经的内容 发现应该指的是当时 以及后来从北方 以及东方来的诸王 包括亚述帝国 巴比伦帝国 希腊帝国 从西边来的 还有罗马帝国 第三种解释 这个蝗虫是什么 认为这个蝗虫 既代表了前面 可能是蝗灾 也可能是军队 所以第三种解释 当然是我们新约以后的 这些查经的 或基督徒所解释的第三种 认为这其实是预言 将来耶稣基督 从天再临的时候 所要猜浅那些灭命的天使 所以第三种解释 不把它解释成虫 也不把它解释成第二种 就是那一种地面上的 国度跟军队 而是指的 当然以后耶稣再临的时候 我们看启示录 现在不翻了 就是那些灭命的天使 是灵界的存在 实体化的灵界的存在 那我们真耶稣教会呢 我们真耶稣教会 经过仔细的讨论 我们到目前为止 比较采用的是 有第三种 但是比较偏向第二种 就是在历史上 指的当然是 神地面上的百姓跟国度 所遭受的这些旁边灵邦 神安排的这些灵邦的侵袭 这个让大家知道 那因为在约尔书 这一卷当中 画了特别多的文字 来描写黄灾 所以这方面的信息 也是我们不可以忽视的 黄灾 蝗虫的灾难 除了我们之前提到 是关于当时 以及后来的预言之外 我们现在也当要 以属灵的角度来思考 属灵的角度来思考 所以除了是面面的天使 除了是地面上旁边的这些 残暴 而且强大的帝国之外 今天我们看到约尔书 以我们个人来说 我们在座 诸位弟兄姐妹及圣徒 我们当思考什么呢 其实属灵的蝗灾 这些蝗虫 就好像是人的罪和欲望一样 人的罪和欲望 罪跟欲望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大家想一想 是不是一开始 罪跟欲望 有什么可怕的吗 好像没有什么破坏力 好像就是第一个阶段的蝗虫 但是这个罪跟欲望 在我们的信仰跟生命里面 如果我们放任不管 如果我们不去省察悔改的话 这一个灵里面的蝗虫 就会长大变态为男子 马扎 这是后来成为我们灵魂里面的简虫 所以我们想想 有人被赌博跟毒品所害 他一开始会赌到倾家荡产吗 一开始不是人家讲的 这都小赌怡情吗 没有啦 几乎鸢而已啦 几百乎而已啦 没有啦 心性而已啦 趣味 几百块 几块钱 但是你如果一直长死一晚 麻痹的 认为都不要紧 又没有神保守 又给魔鬼留地步 在某些条件之下 你就可能倾家荡产 即使剁掉你的手跟脚 都没有办法阻止你继续赌博 赌博会成瘾啦 是不是 大家有没有想想 为什么现在新加坡啊 到那里有新开的饭店有赌场啊 新加坡政府专门开放给外国人啊 本国人民禁止进入 你看这样有聚不 本国人民禁止进入 我在想这个对我们其他外国人 也不是很友善啦 虽然听起来很友善不友善啦 为什么你禁止你家的人进入 我们就可以进入 这个大家自己想啦 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去控制自己的欲望 我们的欲望后来壮大的结果 会吃尽我们的金钱健康家庭 有人只知道奢华艳乐 因此他们的时间金钱与精神 就浪费在其中 也有人有恩赐才能 却被俗世所占 一天到晚在外面努力工作 为了要征得名声 征得别人的肯定 征得世界上的成就 却把教会的服事 以及神所托付的责任使命 跟圣工放在其次 这个难道也不是欲望做工的结果吗 有人的健康 被追求事业与成就学问这一世 慢慢的消磨掉啦 所以小弟最近看到一篇报道 在澳洲那边的安宁病房的护理师 他们照顾过几十个上百个病患 他们说啊 这些安宁病房的病患 有几个愿望 他们把它统计下来 然后排名第一的愿望是什么 大家知道吗 安宁病房的 我不知道澳洲是不是适用在新加坡 台湾 大陆 美国 但是安宁病房病患第一名 如果生命可以重来 他们说他们最后悔过往 那么认真工作了 这是我看新闻的 大家自己Google就知道了 就前几天才看到了 这些已经生命到终结的人 最后悔的事就是 太认真工作了 所以大家知道 我看到的第一个事情 就是赶快把它 赶快把它送给几个 包括送给我太太看 因为他们有责任感的人 都很认真工作了 当然我说的认真工作 大家不要 别的工作都不想 一想到马上就是教会的圣工 我们教会的圣工没有那么忙 对不对 真的没有那么忙 你看小弟还吃得肥肥胖胖的 你就知道了 我已经够忙了 也没有瘦下去 也没有生病 我讲的是外面的工作 很多人拼掉金钱 拼掉健康 拼掉自己的家庭 为的是什么 美其名是为了家人 为了子孙在打拼 其实是为了心中的 那个不安全感 其实是为了心中 自己所要追求的目标 是不是 这难道不是欲望吗 不是原来你生命当中的蝗虫 你让它变成 变成什么 变成男子 变成马炸 变成捡虫 捡的是什么 捡它不是外面的无骨 捡的是你生命的灵魂 所以很多事情一开始 如果这个欲望跟罪 看起来平凡无奇 但是若不谨慎 会吃尽我们生命的一切 我们看圣经怎么描写这件事 我们来看新约圣经 加拉太书六章八节 加拉太书六章八节 267页上面 顺着情欲撒种的 必从情欲收败坏 顺着圣灵撒种的 必从圣灵收永生 什么是情欲 情欲带给我们的是 什么样的思考模式 以及生活形态 什么是圣灵 顺着圣灵 又会有什么样的思考模式 什么样的决定 以及什么样的生活形态 大家可以再想一想 我们再来看雅各书一章 后面雅各书一章的 十三节到十五节 雅各书一章十三节到十五节 这里更鲜明地 把这个形象呈现出来 雅各书一章十三节 人被试探不可说 我是被神试探 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 他也不试探人 十四节 但个人被试探 乃是被自己的私欲 牵引诱惑的 十五节 私欲既怀了胎 就生出罪来 罪继长成就生出死来 阿们 大家看 这是描写罪 对不对 十五节把这个罪 弄得比一颗肿瘤还恐怖 它好像是寄生虫 寄生物 就寄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会怀胎 会长大 还会生产 最后生出来 中期就把你原来的生命 母体给吞灭 有没有看到 有没有看到 很恐怖 罪与欲望 就好像我们在约尔书 读到这个蝗虫的四种形态一样 对我们的生命影响越来越大 所得出来的还不是那个义的果实 而是这罪的果实 因此 我们大家想一想 如果我们心中不重新以真理为事 我们不尊主为大 有一天我们自己 可能都要面临这生命当中的蝗灾 而这蝗灾 就约尔书来看 也是神的刑罚 灾难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 也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机会 听见这个信息 我们会怕吗 怕才好 看见这个讯息 我们会忧虑吗 忧虑才好 这个叫让我们生出 不会后悔的懊悔来 会懊悔是好事 还有机会 因为我们的时候还没有完结 对不对 小弟扫上说 我们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我们的时候 每个人长短都不一样 这是个机会 Kairos 只要我们还有一口气的话 都还有机会 大家要把握线下的机会 今天来听到这样的信息 也是神给我们一个机会 我们来看传道书 第一章二节到三节 旧约圣经传道书 一章二节到三节 795页 第二节 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 虚空的虚空 凡事都是虚空 第三节 人一切的劳碌 就是在他日光之下的劳碌 有什么益处呢 所以刚才我想了 那些人不一定都是基督徒 但是他们同样的感叹是什么 最后悔的事就是 这一辈子太认真工作了 那些工作尤其又跟神无关 又跟永远的财富无关 那才糟糕 面临生命的最后 你所努力的 能为你带来什么呢 自己爽而已 自以为是 我留名啊 众人尊敬我啦 我在我的床边 痛哭流涕啊 那就是这样子而已吗 结局是什么 我们来看传道书 十二章的十三节跟十四节 传道书最后 十二章十三节跟十四节 生命的目标其实是这个啦 这是传道书到最后 留给我们的一个最重要的讯息 传道书十二章最后两节 十三节十四节 这些事都已听见了 总义就是敬畏神 谨守他的诫命 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 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 无论是善是恶 神都必审问 阿们 所以我们要知道 约尔书啊 留给我们可怕的信息 也让我们认识到神的公义 这是我们从约尔书第三大重点 可怕的信息 让我们晓得神的公义 我们看约尔书 约尔书 我们看回约尔书第一章的八节 翻到约尔书第一章的八节 再看一次 我的名啊 你当哀嚎 向处女妖术麻布 为幼年的丈夫哀嚎 第九节 树记和电记 从耶华的殿中断绝 侍奉耶华的祭司也都悲哀 我们再看十三节 请看十三节 祭司啊 你们当妖术麻布痛哭 寺后祭坛的啊 你们要哀嚎 侍奉我的神啊 侍奉我神的啊 你们要来披上麻布过夜 因为树记和电记 从你们神的殿中断绝了 阿们 各位 为什么这两节 都只持到树记和电记 有没有想一想 因为旧约当中 至少有五记嘛 有凡记啊 有平安记 有树记 有赎罪记 有赎千记 对不对 这里为什么不提到凡记 不提到赎罪记 不读到赎千记 特别提树记跟电记 那大家 诶 传道他也没提到平安记啊 他提到的是电记啊 我们就讲了 什么叫做电记 什么叫电记 电记就是有没有 我们现在比较少要你看 比较 你看他的外邦人在拜拜 有没有 他前面烧香 然后三生四果 然后这些东西 然后拜几个杯子 那几个杯子里面 或者装水或者光果 知不知道装什么东西 然后拜完以后 他们在烧纸钱 烧完纸钱 是不是拿起那个杯子 就到前面绕一圈 倒在地上 有看过吗 那个叫做 那个就是胶电啊 电记啊 什么电记 电记就是把本来 要奉献给神的 一体物质献给神啊 谁做过这件事情 大卫呢 有几个勇士为了大卫 想要喝水啊 钻过敌营 去把那个 大卫要喝的水 哇 冒着生命危险 拿回来 大卫有没有喝 哇 我看到这个水啊 虽然今天我们这样写的 就好像看到你们的血啊 是你们冒着生命危险 拼着忠心 爱心帮我拿回来的 我不敢喝 这是献给神的 当场就交代地上 有没有 这个就是电记 所以电记是什么 电记也是一种 很简单的物质 就能够完成的 跟数记一样 所以电记其实也算是什么 来 就是在祭物还在燃烧的时候 将液体撒在其上 使其更加新香 一起献给神的记 所以其实电记也算是新香的记 也算是平安记 电记也算是平安记 为了感谢 为了送赞而献上的 所以这里月尔书里面 九节跟十三节 其他的数记跟电记 简单来讲 为什么提到这两种 因为这两种记 就是五记 旧约所有记当中 最简单需要的物质 最少的 不用动物 也不用牛羊 也不用班纠 大家知道 没有啦 就米粉 又油 又乳香 就没油 就是这些 乳香 末药 简单的香料 面粉 然后就是这些 最简单 最简单 最少钱的啦 所以这样讲究什么 连这种东西 都会在神殿中断绝 神故意的信息 你到时候 遇到的环境 连这最简单的记 你都现不了 那你什么 大饥荒啦 可以用的东西 全部都被剪从吃光啦 还什么香料 还什么面粉 还什么橄榄油 开玩笑 这样理解啦 所以为什么只祈祷 数祭跟电祭 表示整个国中 跟家中都一无所胜啦 每一个成功于 伟大的君王 他手中一定 熟练的掌握两件事 第一个就是 他所能赐给 百姓跟国家的慈爱 就是他的赦免之权 恩典 另外一个是什么 就是他根据神 赐给他的权限 他所能表现出来的残酷 就是执法跟律法 我们想想 为了让整个国家 跟所有的民众 面对这么多的百姓 这么多不同的人 有些人有智慧 所以你讲了他就听 有些人你再怎么讲 他都不听 但是他也是国中的一员 对不对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神既要造天国 也要造地狱 真正的地狱之主 是神 对不对 但是神爱世人 为什么造地狱呢 大家都想 地狱就是居心不良 为了刑罚 为了第二次的死 可是大家不要忘了 地狱也是神造的 那神为什么要造地狱 因为他是王 他同时要显出 他的恩典慈爱 也要显出 他的公义跟权柄 所以地狱的 造地狱的目的 是让那些明顽不灵 光讲好的 还不受教的人 能够警醒 能够害怕 最好以后不要下地狱 大家理解吗 有一句话叫做 不交而杀 为之什么 不交而杀 为之虐 有一句俗语这样讲 对不对 不交而杀 为之虐 神有没有不交而杀 没有 神从旧约 一直到特别是耶稣来以后 告诉我们很多 地狱的事 有没有发现 耶稣为什么告诉我们 地狱的事 祂是为了爱我们 祂知道有些人 敬酒不吃 只吃罚酒 我这样讲 大家理解 除了那种 必须从民中除掉的 恶之外 有些是天生就恶 恶到没有办法救 神说一定要减除 很多人是 敬酒不吃 吃罚酒的 有时候我对我家的孩子 也是讲到这样子 我气起来是这样讲 你们真的是敬酒 不吃吃罚酒 光用言语 不省受教经文讲的 好好的 小生的跟你讲 你不听 给我忘掉 一定要现在生气的 要处罚了 你才在那边细细准 可是至少 不管是大生小生 是劝戒还是处罚 我们都是出于爱 是不是 神也一样 王也一样 所以今天我们在约尔书 读到这些 神借着他的先知 先告诉我们 大而可畏日子之前 会发生的事情 如果从这个角度的话 这难道不是神的慈爱吗 虽然这个信息 很严厉很可怕 对不对 可是从这严厉可怕当中 大家要看出神的慈爱 就像主耶稣告诉我们 地狱里面的虫 是不死的 火是不灭的 为什么告诉我们这个 就希望我们 要警戒不要去 是因为爱我们 才告诉我们 所以光慈爱是不足的 光残酷也更是不行的 这一个观念 我们在圣经里面 每个地方都一再地感受到 我们的神 我们的主 也是我们永远的王 在他有祝福 也有咒诅 不要忘了 在他有慈爱 也有残酷 在他有怜悯 也有公义 圣经都告诉我们 我们的主耶稣是什么样的存在 我们来看旧约圣经 以赛亚书16章的第五节 请看以赛亚书16章第五节 所以这里说 宝座是因慈爱而建立的 坐在上面的是成成实实 就是永远信实的那一位 他的审判是寻求公平 塑形公义 大家有没有看到 慈爱信实 公义公平 是放在一起讲的 这就是我们的王 这就是我们的主 这就是我们的神 是我们的耶稣基督 在这一节里面 非常明确的 将这几个名词产生关联 这就是神的本性 神的本质 是神性 所以约瑞书的内容 偏重在神的审判跟刑法 正可以敲醒一些 还沉迷在罪中 像一章五节所讲的 约瑞书一章五节所讲的 那些醉酒和好酒的人 这里讲的当然不只是 实际上喝酒的人 跟这件事 醉酒跟好酒 在圣经里面也预表 也在讲那些 故意不将醉当成醉 甚至是沉溺醉中 不以为意 还把这些醉 想尽办法要除醉化的人 这就是那些醉酒 跟喝酒的人 酒是醉在圣经里面 虽然喝酒不是醉 可是常常把它 当成一种代表 是发酵的 所以我们要清醒 要警醒 最后这个约瑞书 一个很大的主题 告诉我们什么 像刚才小弟讲的 借着再次的提醒 使我们察觉出 神的慈爱 神的慈爱 所以我们再来看 约瑞书二章十二节 请看约瑞书二章十二节 约瑞书说 虽然如此 你们应当进食 哭泣悲哀 一心归向我 大家有看到 阿爸父的呼唤了吗 虽然如此 什么叫虽然如此 这些刑罚跟大灾难 我都已经定好了 都已经定了 不会改了 你们不知道什么时候 虽然这样子 你们要怎么样 就是我们 就是小弟我了 应当要进食 哭泣 悲哀 一心归向神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这才是约瑞书 真正要我们领受 最重要的信息 重中之重 虽然如此 说恐怖是必有的 审判不可能不来 但慈爱的天父 依然为我们 留了一个活路 这个活路也印证了 神界其他先知 所留给我们的信息 我们请来看 耶利米书二十九章的十一节 一样在呼应 这一个经节 耶利米书 约瑞书前面 耶利米书二十九章十一节 就约九百二十页 就约九百二十页 二十九章十一节 中间下面 耶华说 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 是似平安的意念 不是降灾祸的意念 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 大家一定要把这个记在心里 不管你现在遇到的是什么样的事 不管最近的地震频繁 是不是让你心中有所恐慌 或有所思考 请你一定要记得 这一切的背后都有神 而且神不是降灾祸的意念 而是似平安的意念 要叫我们末后有指望 各位神所亲爱的 长辈弟兄姐妹 一定要是这样子啦 所以因为我们每个人心中的决定 将会决定我们一生的作为 我们要把这个铭记在心 约尔书 不只是留给旧约的百姓 也是留给今天我们在座诸位 圣徒 耶稣基督所疼爱的 所交付的你们 相信我们将来 即使面临神已经定好的这些事 不管我们是不是会遇到 我们必然会通过 必然会在神的宝座面前 欢喜快乐 以下我们的见证就是这样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